現在很多人家裡都喜歡擺放魚缸喔 那確實魚缸裡面有水 那水在風水上來講代表財運的象徵喔 但是魚缸本身也具有療癒還有一些觀景的效果 不過擺放魚缸有幾個禁忌 還有特別要注意的事項提供給大家參考喔 第一個就是不可以放在廚房裡面 因為廚房五行是屬火 那我們的魚缸屬水 它會造成是一個水火相沖的一種問題喔 那代表你的感情、是非、破財的問題很容易不斷 所以要記得只要魚缸不要擺放在廚房這個空間 那基本上就沒有問題囉 那第二個的話就是不可以放在臥房裡面 因為臥房代表我們個人的運氣 然後魚缸代表什麼 沐浴、泛水、桃花 如果放在臥房裡面很容易造成是一個爛桃花不斷 譬如說外浴、小三、小王這些狀況會很多 而且當這個水在鍋洞的時候代表我們的身心蕩漾 所以要特別小心一下囉 那第三個的話就是不要是死水 魚缸的話一定要有一個馬達 然後打這個氧氣 為什麼呢 因為魚缸在洞的時候才象徵是一個風生水旗 那如果只是一灘死水的話 代表這個財運沒辦法流轉 所以要特別的注意 那另外呢魚缸呢剛剛講不要放到廚房也不要放到房間 那還有幾個方位呢要特別注意 例如說正南方的位置也不可以擺 因為也是一個水手沖 還有呢就是家裡的正中間不要擺放魚缸 因為呢代表土來客水 會傷心我們的心臟還有腸胃的問題 以及呢 東北方、西南方呢都是跟魚缸做相克的喔 所以呢你會發現如果是幾個方位擺放魚缸的話 好像魚呢很神奇的通常呢它都不會活太久 所以要特別注意囉 第四個的話呢就是魚缸呢不要擺得很大 如果你的空間很狹小 可是你擺放一個很大的魚缸 代表呢這個視覺上會產生一種相克 那太大或太高也不行 高過我們人的頭部或心臟的位置呢 代表也是會克到我們的健康 容易會有心血管的問題 另外呢也會造成你情緒上的一種不定 然後太大的話呢 會造成是一種壓迫感會很多 還有也不可以太低 所謂太低就是低於膝蓋底下 那形成是一個 割腳嘴 那什麼樣的位置是適中的呢 就是我們人呢跟魚缸的視覺呢 我們高過 在我們的這個脖子跟胸口這個位置是最好的 不可以高過我們的頭部 要特別注意囉 那第五個的話呢 魚缸不要是奇形怪狀啦 所謂奇形怪狀就是說不要用三角形 因為三角形呢 它就是屬於五行屬火 我們一直強調水跟火是水火不容 所以呢你用一些尖型的魚缸的話 也會代表是一種相克的狀態喔 所以呢很容易呢用這種尖型的魚缸呢 擺在家裡的話 會發現說哇這個主人家 或是這個人呢開始情緒變得很不穩定 所以桃花呢也會變得比較多的一些 難以糾纏一些事情的發生喔 所以要特別的注意囉